再来看刑事局跟中国公安联手打击诈骗 破获到一个跨足两岸的犯罪集团 逮捕到34名嫌犯 这个集团是假冒检察官的名义 向民众行骗 短短两年就得手上亿元 另外国内最近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犯罪手法 歹徒谎称可以安排民众到中国求职 就要求被害人先电两三万元的机票费用 至少已经有三十几人上当 一行人扣着手铐头压得很低 刑事局和中国公安联合破获 以卫星兄弟为首的诈骗集团 一举逮捕了34名嫌犯 这个集团在97年假冒检察官的名义 打电话向民众 谎称受害者的身份证被盗用 来行使诈骗犯案得审扣 随即将现金汇到中国 该诈骑犯罪是以假检察官的名义 总部设在大陆杭州 进行台湾的对台湾的独居老人 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诈骗 这个诈骗集团在两岸共设立了15个办公室 不仅教授成员专门的诈骗术语和步骤 还编列基优人员排行榜 鼓励成员持续办案 短暂两年已经有数百人受害 不法锁得高达上亿元 诈骗恶行不止一桩 近期还有歹徒利用求职广告 假扮成对岸公司的主管 以求职者需要到中国面试为由 要求带电数万元的机票费 再印制假的电子机票来诈骗取材 这个集团以小额诈骗 一年多不法获利也有数百万 诈骗事件评传 手法推成初心 警方呼吁民众要随时警惕 遇到可疑事情 一定要多一道查证手续 以防受骗 解采民谢麒文台北报道